大家好 又是Gobi 今天就和大家拍開箱 後面呢 少少的四箱 就是我對上八月份的 自己做的小網購 只有一箱 因為上個月的 有一個星期 他們Aromatica正在做八折 我就在那個時候 入手一些我自己有用的 還有試一些新產品 另外呢 就有一個網店 傳了一些耳環 手飾給我 另外呢 還有一個來自加拿大的 Skin Care牌子 叫Bio Laboratory 他們的產品都比較簡約的 也蠻是我一杯茶的Skin Care Brand 而且是走一些比較醫療的路線 等一下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寄了三款產品給我 另外呢 還有一個 我也蠻期待的 一個LED面膜 大家有看我這個頻道 都知道我用開這些 LED的美容液 由以前的light steam 到我之前的一個韓國牌子的那個面具 大家有看開 都大概知道我正在說什麼了 就是那個Declare的LED面罩 我其實也有用開一些LED的美容液 用一些光學的能量 令皮膚飽滿一點 我收到一個牌子 叫Current Body LED的面罩 這個面罩是很貼面的 而且我這個面罩 其實我之前聽過某一些 比較有名的外國的化妝師的Youtuber 聽過他提及過 但因為我覺得太貴 我自己不捨得買 所以他今天 發給我 我也很期待跟大家開箱分享一下 兼且之後私用 如果大家對於我剛才這裡提及過的 這麼多牌子有興趣的話 記得看下去吧 在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新來到我的頻道的話 歡迎大家 我是Gobi 我的頻道是關於Natural 我怕你的Beauty為主 也都關於Clay Safe Beauty的題材 是Wellness Vlog的 如果大家喜歡看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到我的頻道 看下其他的Playlist 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 兼且按下這個小鈴鐺 我下次上載新影片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好了 我們馬上開始看一些小店 小店就是這一箱 這箱是我之前也有提及過 大概一年前 大概一年前 就是Alissa & James 其實這個店主 有看我這個頻道 還有他的手飾 也蠻特別的 有一些可以加香粉蒸油 進去的榴梨豬 他就發送了一些 他自己做的 一些手工的榴梨豬耳環 還有好像這次是有白的 他也很貼心地 寫了一張卡卡給我 包裝就是這樣 粉紅色的小布袋 他們每一個獨立的都會 有膠袋 裝著 入住 他自己有做這些 滴膠乾花的一些耳夾 你看到它裡面有些 花 有背殼 花瓣 有些背殼片 在裡面 給大家看看 而且他也不算太重 這幾個耳環 只是我覺得很漂亮 但我有稱讚過 我沒有想要 他也發送給我 我覺得很漂亮 這些豬 他很特別 它是 後面的 側在這個位置 其實是串起一條 剛才我帶的就是這個 比較大一點 另外還有一個小一點 他也知道我喜歡小巧一點 藍色 加一點粉紅色的豬 我喜歡小巧一點 小巧一點 小巧一點 我自己覺得 小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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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覺得 這些都是 我之前有like過的 他真的很好 記得我喜歡哪些類型的褲子 看到一個淡 藍色的 但他很有趣 好像裡面有些紋味 是這樣子的 不知道鏡頭能否拿到 還有他剛剛去到我的耳珠下面 其實我自己本身有四個耳孔的一邊耳製 我小時候 因為太早 九歲幾八歲 我就去打耳孔了 然後耳孔會在我日漸長大之後 就向上吞了 搞到我戴了耳環 我也覺得 那個耳孔的位置很高 所以我之後長大之後 就特意去打兩個在下面 現在耳珠位置 我是有四個洞的 上下上下 有四個 因為我喜歡戴耳環 貼一點耳珠 去到哪邊的位置 這個其實我之前覺得 很漂亮 很適合一些復古的感覺 特別是上面這個扣 我覺得很漂亮 有一點復古的味道 如果穿得比較隆重 又或者新年 其實也挺適合 它是有一點綠色的 最後的兩對 這對呢 就是 這對我見過之後 就覺得很喜歡 這個 我好像是簡單地問過 而已 它都發給我 我覺得很特別的 這個 下面 它裡面是一顆 珍珠 然後它包了一個 膠在外面 然後再自己 加了一些金色的 金箔 我確定 我也不認識那些是什麼物料 但我覺得 一顆珍珠 之後就放到很大 就覺得很漂亮 上面是小蜜蜂 耳環的側 是在尾巴 帶起來 然後 在側的位置 扣上去 這個應該要戴高一點 因為太低 又不好看 上面那個洞 然後 托回托 它好像沿浮在耳朵上 這個 最後一對 這對是太陽 不懂是太陽 它的流泥珠 不是那些可以加精油的 但我覺得大小剛剛好 而且它的太陽是中空的 設計 而且 我覺得很特別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記得去他們的IG看看 店主Louis 是十分之好人的 而且他們的東西都真的很漂亮 我自己其實 出奇地 我覺得這個很漂亮 對 如果大家對於這些 手工製的 這麼漂亮的耳環 還有這些 都是特別的 玻璃石 這些有興趣的呢 它好像最近也有 入開一些 戒指 一些精石的戒指 如果大家有興趣 看這些手飾的話 記得去他的Instagram 看看吧 對了 好了 之後就到 Bow Laboratory 加拿大的牌子 他們的Founder 其實是一個 CAMAS 都著重Skincare 效果 還有著重成份 打開箱 現在就看到 裡面就有三件他們的產品了 裡面也有兩張卡 告訴你 究竟怎樣用的 詳情是怎樣的 Ginseng Roots Fermented Elixir 那我們來一起拆開它看看 好水劑 我看過成份 是很簡單的 真的蠻簡單的 裡面有Ginseng Roots Fermented Filtrate 也有Beta Glucon 這些 透明質酸 這個質地看起來很薄 因為我看到 水劑比較 感覺多一點 這些應該類似一個 導入液 我不在這裡開著 因為我也要試一下 這些通常 這麼簡單的成份表 保質期了半年 我就不開著了 我會逐點逐點試用 它也是幫助我 這個細胞的 regenerate 即是什麼 重生 又有些 用來 改善敏感皮膚的 Beta Glucon 是很舒服的 另外 有透明質酸 也有一個 類似 一些益生源的東西 還有一個 Hydrolyse RNA 它就說幫助 膠原蛋白的生成 它會更加深層代謝率 很特別 我會試一下 因為成份表的東西 十分不錯 我覺得 皮膚不用太複雜 最重要是用完之後有效果 另外 第二件產品 就是 Intuition Eye Serum 其實我真的很希望 皮膚不要太厚 我自己不太喜歡用太厚的東西 我自己的皮膚也定順 如果太厚的話 我真的會 很容易生 粒粒 這個會看起來比較有結身 類似一個 serum質 它的搭配 都是很簡單的 透明質酸 青瓜籽油 沙擊油 維他命E 還有一種Peptide Firming Peptide 通常都是僅致效果為主 因為都是這個用法 有些比較滋潤的油 沙擊 收護功效很好 維他命E抗藥化 也是有透明質酸的 這些 都會試一試 如果皮膚可以這麼簡單 你就大概知道 哪些東西用了 對你來說真的有效 好 接著有這個 維他命C Zero 但它用這個包裝 我上網看過的資料 它說這個維他命C 裡面有三個小的 Pept Size 真而重之 很隆重的 放在這裡 每一支 它是15ml 裡面好像水和油有兩層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上面好像有一點油的質地 下面就是有水 用之前應該是要熬的 還有它只有6個月的保質期 一支 還有它說這個維他命C的濃度 有15% 大家都知道維他命C 對於膠原蛋白的生成 還有這個美白很有效果 然後我就會慢慢試一下這三支 我真的很期待 這個真的 這些我會開始著手試一試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牌子的東西有興趣 就記得去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提到 或者在這條影片留言 告訴我你們想看評價 有些東西如果我覺得沒用 沒什麼特別 我就未必會特地說 當然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想看 大家留言 絕對我是聽到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記得留言告訴我 你們想看哪一支產品 之後不如先看一些我自己買的東西 剛才也約了跟大家說過 因為上個月的YESTERL 有某一個星期 就是Aromatica做一些減價的八折 我就入了少少東西 因為之前我也跟大家推介過 他們的Aloe Vera Gel 我自己已經用完了 我自己用的一支 我又用完一支 那我回購 但它同時間又出了一些新的Gel 但不是Aloe Vera 即不是蘆蕙 而是SIGA的Calming Gel 它們是小尺寸 我分別買了SIGA 和T3的Calming Gel 它們的尺寸跟Jumbo尺寸那支 都有一點分別 Jumbo尺寸是500ml 另外這兩支是300ml 用來補一些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用這些 涼一點的降溫 而且現在很大熱天 我覺得這些應該適合 還有SIGA可以用來做舒緩 而T3就是 如果你是生暗瘡 很紅 很熱 消炎 殺菌 T3也是十分幫助的 我會試一下這兩支 看看好不好用 看看是不是跟這個 蘆蕙Gel一樣很好用 我試完好用的話 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我也買了這個 MISSHA 它們的SIGA丁 的一個 Foaming Cleanser Sect Pack的成分 十分之不錯 但我沒想過 原來它這麼大支 很大支 都是 舒服 和修復 這些 pH balance 它說 Blemish Clearing 的一個 方便 其實我主要成分 都是Centella SIGA的成分 舒緩比較多 它說到可以Blemish Clearing 很厲害 那我就試一下 比我想像中 覺得很大支 這支 那我這支 都蠻期待 試一下 MISSHA 其實有某一些 系列 那個成分 都不錯 就像我之前說過 Probiotic 那個Line 艾草 那條Line 不 Mugwort 其實很多都不錯 維他命C 那條Line 其實都不錯 我看過成分表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MISSHA 其實都很多東西不錯 我覺得 真的看過成分表 很多東西都不差 對了 那這幾樣呢 就是我 Yes style 買的小小 網購了 最後一樣 也是我最期待的 就是那個 LED 那個Mask 好 我之前呢 我就上去看 這個 有一個外國的 男士的化妝師 有看開他的一些影片 他自己有出化妝掃的 那 我就看他用這件 但當時我覺得 哇 好像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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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的時候 你可以戴著那個Mask 然後它是可以充電 就是充電池 你可以在家裡走 我覺得這件事太好了 最麻煩的是 戴了一些面膜之後 它是駁濕電的 你又要走不了 你只可以在這裡玩電話 只可以躺在梳化上 所以十分局限了你的活動範圍 但是這個面膜 充電可以拿著它的電池 到處走 即使你動來動去 是沒問題的 我真的覺得這件事很好 這件就是 Current Body他們的面膜 LED面膜 打開來看看 我真的很期待 本來Pierre傳過來之前 我都問一下 究竟它後面有多少個燈 因為我上網看過 我看不到它有多少個燈 因為這些很多東西會影響到效果 例如鐵面的程度 例如燈泡的數量 代表光源有多多 都會影響 這就是面膜的身體 對 背部有一塊膜 就是面膜的上面 那面膜用的時候 就會拿開 上面 就這樣眨眼看 應該也有三四十盞 LED燈 你看到嗎 對 連鼻的位置也有兩顆 對 我希望剛剛好 應該也剛剛好 夠我這個面的大小 因為我的面是極大的 對 我的頭也很大 應該都可以 對 它是充電的 它當然要搏一個 對 這塊就是它充電的東東 你只要充滿這塊東西 它這個是USB-C充電的 然後這邊呢 就搏回剛才的LED面膜的USB位 你只要拿著這塊東西 搏著它 只要充電的話 你就可以到處走 不用局限著你做什麼 有充電線 什麼不同的VOLTAGE 它也有 充用到的 剛才我拿起的那個電池 這個 還有一個收納袋 這裡 好啦 就是這樣了 好期待啊 這個 這個真的期待 我想試一下那個位置 到底合不合 它呢 這裡有一條的 雙面的 叫什麼 魔術貼 對了 這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 譬如我現在撕了髮膠 我真的戴著了面膜 然後後面這個位置 勾了我的耳朵 其實你這個位置 套回這個魔術貼的東西 它可以幫你綁緊它 因為其實這個面膜也有點重 它很重的話 你會硬著耳朵 很辛苦的嘛 所以它就會扮演後面 頭後面 用這個魔術貼的東西 套回實 那你就不會太辛苦了 你這樣 然後套回實 它會有一點點彈性給你 就不會說 勒得太緊 還有它有個彈性 就是頭大頭小的人 就可以有一點點的 就是 調整到 好期待 這個真的是 好啦 那今天的分享 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對於 剛才提及過的 那麼多件產品 有什麼問題 想我拍review 想我多說一點的話 記得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 告訴我 真的很期待 很想試 對了 如果任何一個牌子 有什麼discount code 我都會把它打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大家記得打開來看清楚 那今天的分享 就差不多了 我希望大家會喜歡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看的話 記得給個like我 留言個心心 告訴我 或者有什麼問題 記得留言告訴我 或者去我的instagram 思想我 那就是 希望大家喜歡看今天的影片 還有一個開心愉快的 生日假期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